- 钥匙没有电了 - 太幼了 - 哈 - 哈 - 哈 - 谢谢哥们 - 没事 -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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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展示一下司法祖的衣服 - 哈 - 工作服 - 看看后面的STI - 比法有的 - 急睡多少钱 - 等我搞活动的话 - 总部有的话我给你整一点 - 谢谢 - 哈哈哈 - 我今天换了一个水壶 - 这样你们就不再说我在喝玻璃水了吧 - 还有还是慢慢吃太厉害了 - 还是急着热啊 - 哇 - ров外面的水壶 - 啵 - 滚 - 咳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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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呀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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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它终于来了 这是多少年了 四五年过去了 那现在我们把它给打开 我记得当初刚 刚有这个S3消息的时候 那时候是两年多之前 那个时候我就说了 它敢出我就敢第一批买 于是我就真的第一批买了 好的 那么今天不光是要开S3 还有另外一个 所以现在里面看一下有什么 先看到了我的S3 我的妈呀 看看S3 热乎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小C 开心美妙 激动 两张V90的卡 只有这个卡才可以录 A7S3的那个4K120 然后还有一张V60的 给A7C用的 然后因为一次拿的东西过多 所以送了一个蓝牙的手柄 我之前有一个那个手柄 给ZV1用的 这个是准备给A7C用的 同学们我们 先看哪一个 当然是这个了 你都等了这么多年了 好的好的 好紧啊 打开 然后说明书保守卡不中了 这个是 这啥玩意儿 HDMI的这个线夹 还给了个这个东西 还给了个这是什么线 这应该是充电线 上面写的 注意使用相机时机身和电池 可能会发热 这是正常现象 这应该是在嘲讽有声吧 然后这下面是电池 挺好 这电池非常好的 耐用没啥槽点 还给了做充 这比A7C3 你们说的A7M3 比A7C3的那个要给力一些 是一个做充 A7C3是没有做充的 然后就剩这个本体了 那我们就把它打开了 哇 这个 你感受一下 这个 沉淀淀的感觉 对了 为什么这么重 因为它整个机身加大了 你看 天呐 这个手比真的好大 特别厚实是吗 感觉手小的人都握不住 这个手柄真的很大 就是这个是A7R2 A7R2这个手柄就 现在看就很小 然后从R2到R3的时候就感觉 R3的手柄要大了 然后现在到了S系列的这个 这手柄就巨大 逐渐变胖 大家一直想要的翻转屏 终于有了 Vlog的时候拿着就没有什么压力 然后上面的这个模式转盘 是有这个锁的 然后这个曝光补偿现在有锁了 你可以按下去之后 这样就锁住了 就不会它乱动 对这都挺方便的 然后旁边的这些接口 我这个舱门的开启的 这个感觉都变了 就是特别紧致 然后看一下这边 它这个卡槽是可以放普通的SD卡 也可以放它那个新的很贵的卡 但是买不起 那我们装个镜头上去看看 1200万像素 这神圣的一颗 天哪这手感真的太棒了 我第一次见这个新菜单 心情有点激动 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新菜单比老菜单好 其实我觉得倒无所谓 因为我们 这么多年索尼相机一直用下来了 就是 感觉老菜单 其实我们常用的那些地方也都知道了 可能老菜单对新手不太友好 但是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新菜单很好看 对是长得挺好看的 各种颜色花花绿绿的 OK 那么开箱完了A7S3之后 我们再开箱 接下来相对于A7S3来讲 正义就大了很多的一台相机了 就是我们的小C 我之所以就这么快把A7C买过来 也是因为我们日常出去Vlog的时候 不是拍那种大的商业单的时候 我也不是特别想拿A7S3这么大一个机器 配个1635拿着 A7C的话我觉得跟它最好的搭档 应该是腾龙的1728 就是也是很小的一个镜头 然后平常拍Vlog也很不错 买A7S3其实主要就是想拿来拍Vlog 然后又有全画幅的各种东西 就是有A7S3的那一切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开一下 OK 保修卡说明书不重要 这也写了这个使用相机可能会过热一样的 不过这A7C它毕竟参数只有8比特420 所以说就是对友商造不成什么危险 然后我们不再Q友商了 这样剪得不太好 对吧 友商 好像它没有做充吧 也是100的这大电池不错好平 这机器就小很多了 我们把它拿出来了同志们 我没有买那个套机 那个套机什么28到60F3.5还是4.5到6.3 我没有意义 我觉得那东西 特别诡异的 这个28怎么浮到 就是索尼开发人员 真的不是 我们真的不是索尼飞镜 那2860的头我今生今世不会买 它如果放一个2470 那算是几个实用吗 2470全化幅做不了那么小 它就想做成那种小饼杆 那小饼杆的话 我还有个头 很早的一个镜头 352.8 这个头我觉得配A7也是不错的 太漂亮了 来大家感受一下 一掀开这个感觉 好轻啊 天哪 太漂亮了 真的太漂亮了 同志们 这机器 这视频里我觉得感觉不错 真的好看 你觉得很好看吗 特别有质感的那种银色 对 它那个银色 它那种亮银很塑 不是很塑料那种亮银 它是这有点像那个MacBook的那种 就是深空灰的那种银色 先看一下机身吧 好吧 翻转屏 现在估计以后都会成为索尼的标配了 我是觉得上翻屏 唯一比侧翻屏要好的一个点 在我看来就是你用上翻屏自拍的时候 自拍说话的时候 你盯着镜头上面的这个屏幕 看你的眼神还是给大家看 是往画面中间去看的 但是侧翻屏 你如果是一边自拍一边盯着屏幕看的话 你的眼神就是飘忽到旁边去的 这是我觉得在Vlog上上翻屏唯一的优势所在 其他方面就是对于取景什么的 肯定还是侧翻屏更好用一些 这个也是一个我对这两种自拍的屏幕 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价 然后整体的机身的握感 其实明显是不如A7S3的 甚至我觉得A6600的握柄都比A7C的握柄要好一些 虽然两个机器看上去大小差不多 A7C机身比A7S3要厚一些 但是这个握柄真的大家可以仔细的端详一下 就是6600的握柄明显要大一些 我们先把这个镜头装上吧 看一下全画幅的CMOS 残酷的对比 1728虽然装在A7S3上 A7S3上比较小 但是装在这上面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还是装这个比较合适 那这就对了是吧 OK 然后说一下大家比较常吐槽的几个点吧 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波轮 我觉得前面少一个波轮啥的也无所谓 因为毕竟6600它前面也没有波轮 我用了这么久都习惯了 而且我真要拍照 我肯定会拿A7S3出去拍对吧 我也不会拿这个出去做很严肃的照片创作 那动能波轮什么的我觉得无所谓的 我觉得最重要这个机器对于我也好 对于绝大多数人也好 对于索尼的想要让它受众的群体也好 它是针对Vlog用户和很入门的这种拍照的玩家的 那这些人可能他们对于这种波轮的需求也不是特别多 是吧 然后包括卡在这边 这个舱门应该也是做的很 很有很有台性的舱门 就是这个单卡槽 我觉得在座的所有的吐槽A7C的人 都是那种一年要拍废掉好几张SD卡的人 是吧 我觉得我从事这个影像工作也已经四五年了 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用坏过哪怕是一张SD卡 真的这么小的一个机器给你塞一个全画幅进去 我觉得光这一个点卖到一万出头没有毛病 况且它还有喷价格的 这东西早晚早晚要跌到一万以内的 这是肯定的 你拿它现在刚上市的价格和A73现在已经上市了快三年的这么一个价格 你去做这个价格的对比 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偷换概念是不是 因为A73刚上市的时候首发的时候也一万五一万六来着 好像那人家现在跌到一万一跌了四千块钱 那这东西跌四千块钱一万两千多跌到八千多 那不就很香了吗 是吧 你不能它刚出来你就拿它跟几年之前的东西去比价格 是吧 还有还有啥喷呢 我就就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出个东西都要去骂呢 是吧 除非像A73这种基本上把你所有人的喷点都给你堵上的 把你嘴都给你堵上的这么一个产品在这你才不会去骂它 它不现实厂家也要挣钱的 还有那个卡槽 其实我拍照加视频也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都不明白双卡槽的意义在哪 因为我一直只是用一个卡 为什么要放两张卡 就两张卡的意义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拍一个极为重要的就是说它这次过了 你以后这辈子你都再抓不到这种机会的事情的时候 这就是双卡槽的意义就是你万一你的 第一张SD卡它坏了它出故障了 那你至少保证还有一张卡可以录下来 就是双保险嘛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网上所有的铺天盖地的骂它不是双卡槽的人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拍如此重要的东西的人 我并不这么觉得 况且你这个东西在你拍这种很严肃的题材说 你不可能只拿一个A7C当主机 你拿去建甲方也好去建人的企业也好 你说我要给你们拍东西 你真的不可能拿着一个这个东西跟人去谈项目的 是吧那作为一个背集它一张卡有毛病吗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8比特420 A73上有你们在骂 这东西还是8比特420还在骂 就是说我问你啊 你拿A73也好拿它也好拍个8比特420 拿A7S3拍个10比特422 你拿给甲方看都调好色了 都调的挺好的 可能8比特420天空上有几个断层 甲方知道啥是8比特42010比特422天空断不断层的 就是在座的所有的喷8比特420的人都是要去影院什么拍电视剧 剧组都是这样的工作人员吗 如果不是的话8比特420出了多少很强的人 你看人家本TK啊什么 Sam Coder我不知道用的是不是10比特422 包括皮老师他用的应该也是 他用5D4啊USR什么都是8比特420 人家不妨碍人家很优秀啊 就是现在这个网络环境真的达不到你的点 达不到你想的点就在骂不停的骂啊骂 骂干啥呢 就是太太浮躁了我感觉真的真的真的不好 这样不好 get不到那些在喷的人 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太 可能他们是觉得一个相机完美了 他们就能拍出很完美的片子 自己拍不出来很完美的片子 是因为相机的问题吧 in your dreams 好吧那么基本上开箱就开到这了 双倍快乐啊朋友们 你更喜欢哪一个 S3 为什么 如果这个是黑色的就更好了 好的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开箱的全部内容了 也没有什么准备就直接这么录了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指正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点音波三连 点音波关注的时候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开完箱之后等一下或者是过一天 拿着哪台相机出去拍拍样片什么的 或者拍拍后面的汽车的节目 然后再发上来给大家看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对了还忘了说一个点就是这个无线的这个麦克风也是都可以在这两个相机上面匹配着用的 然后他整体的这个Vlog的大小就会真的会缩的很小很小 尤其是配合HC 所以真想 我们的贴膜小姐姐上线了 我是贴膜老师傅 我没有戴口罩 ぶ parar 阿医匠 阿匙